前面两期啊,针对市面上的十几款加湿器的综合测评,得出了一个结论 无误蒸发型的加湿器,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大部分人还在使用的超声波加湿器 无论是什么类型,UV杀菌的加湿器都是最有效的 可以避免老人和小孩感染呼吸道疾病 那么本期呢,我就从市面上所有品牌的加湿器,价格从低到高给大家安排一个购买指南 记得点赞收藏,别回头找不到我了 200元左右追求极致性价比,推荐单身公寓和小卧室使用 三个大厂品牌,小米米加智能除菌加湿器249元 德尔玛的F628S139元,美迪的3H40B149元 200到400元之间就是家庭使用了 那这个价位就是比较推荐落地款了,提高触水量和加湿效率 两个大厂的品牌同样是UV杀菌款 雅度的QK040399元和美迪的SP-21398元 注意,以上属于传统有物加湿器 但是杀菌功能标配了UV杀菌还是值得入的 但是切记切记,如果家里的房间过冷就不要考虑了 地面积水我就问你人得了吗 本次推荐的重点来了,核心推荐 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我劝这钱你不要省 无物蒸发型加湿器,强烈推荐有两款 出了市的300N1,699元 小米米加纯净式智能加湿器Pro,799元 为什么更推荐无物蒸发型呢 无物加湿器天然就很难将细菌代入到空气中 再加上UV的高效刷菌,享有细菌都难 尤其是小米Pro这款,入手的家人们懂得自然都懂 上加水智能大面板,人性化设置 迷到一种米粉,该说不说,确实挺牛X的 最后推荐个大开间办公室用的加湿器 雅度的SK071,1099元 水箱有UV两个超大的震荡片 强是强,个人认为贵了一点 一个传统的加湿器再怎么堆料也就百八十块的成本 价格过千多少有点不厚刀了 好,那么加湿器就推荐到这么多 原则就是无论如何只考虑UV杀菌的 预算多您就上55UV加湿器 同时一定一定要记住这两点 第一个,能用纯净水尽量用纯净水 第二,尽量做到一周清洗一次 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巴斯消毒液 洗完最少用清水再涮洗三到四次 直到几乎闻不到巴斯的味道 那么本次全网加湿器的三期测评就全部在这了 下期想看什么,评论区留言就行 知道你们忙,买个家电都没有时间 记得加油关注,下期给大家测一下市面上各种类型的除满仪 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拜拜 我觉得这个作者挺有才华的